通货膨胀的目标调整会不会导致美债重新定价 不管是跨资产类别角度来讲 还是跨国币来讲 目前最好的资产 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资产 在我看来就是长短美债 为什么呢 我们先从跨国币来看 跨国币来看 目前美国经济是最强劲的 我现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也认可 中国目前是经济周期的一个衰退阶段 它属于先衰退 所以它的货币贬值 股市下跌 包括地产暴雷 方方面面都在发生 美国的经济是最强劲的 但是美国的股市的回报率 其实并不好 它的股市的整个的美股收益的 这种偏离长期均线 长期趋势线太远了 就是说美股在08年以后 它的股价的上涨 只有一部分 30% 就是美股收益带来了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它是因为股份的回购 低利率带来的 就不说这么远 反正就是说美股现在的所处的位置 它的风险回报收益不划算 它不是一个低估的状态 美股其实最近几天回落了 但它依然不是一个低估的状态 但是美债它是创了好几个记录的状态 比如说第一个 美股从1928年到现在这100年间 从来没有过连续三年的美债的连续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 是吧 21年负的4.4 22年负的17.8 23年的负的0.4 非常大的这种负的幅度 尤其是22年 就去年的美债的下跌 它其实创了美国建国以来 200多年的一个极致 美国200多年 从来美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负收益的程度 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个逻辑也好理解 就是说大家知道在疫情的时候 美国刺激过度了 它这种过度的刺激 over stimulation 就过度的这个stevenate刺激这个经济以后 导致了这个通胀迅速的走高 然后美联储为了这个矫枉过正 为了你快速的这个追上这个通胀 对吧 抑制通胀 所以迅速的加息 40年来最快速度和最大幅度的加息 那这么快的速度和幅度的加息 加上通胀 它就迅速的推高了这个美债收益率 所以说凡事都是有因又有果的 就是有原因在那边 所以时候才会导致22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 狂升 暴升 所以美债就会暴跌 所以会导致22年创了这个历史的记录 所以23年 我觉得整体来讲下半年的美债 或者到四季度 美债可能会有表现的机会 美债不太会出现连续三年的这种暴跌 这是从这个历史追溯来讲 从基本面角度来讲 也不太会出现 再继续出现这个过大的这种低 或者收益率的这个上升 也应该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债的这个收益率 已经来到了这个时间期 来到了4.25的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其实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大家知道去年10月通胀在巅峰的时候 美债的收益率不过也就是来到了4.34这个位置 这一次有可能是二次促顶 差不多可能是二次促顶 即使再往上走 它也很难有基本面的支撑 之所以这一两周就是又涨又上了一些 主要是因为出来的这些经济数据 比如说二季度修正 包括这个零售数据有点超预期的强 对吧 但是这个收益率 我觉得这个收益率已经来到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再想高的话 你需要飞上更强健的经济基本面 更这个英派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这种姿态 才能让这个十年期国贷继续向上突破 两年期是现在在5%徘徊 就是冲不破5% 也就是说它冲不破 在这个三元的硅谷银行危机发生前的那个高点 就是5.07那个高点 所以说两年期基本来说也是到顶的 如果两年期到顶的话 十年期如果想继续攀升的话 也是有难度的 他们这个收益率的倒挂一直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倒挂其实是已经缩小了不少 极限的时候在硅谷银行危机之前 是107个点几点的倒挂 到现在的缩小的是60多个点 不到70个点的倒挂 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十年期收益率 基本是来到一个偏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很多现在很多人在质疑 包括什么债王 Bill Gross 那些人说美债还要跌 收益率还要上涨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时候 就很像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看衰退的时候 都觉得经济不行了 要衰退了 现在大家都在看空美债 如果从逆向投资角度来讲 此时应该也是一个好的时候 我不敢说下周美债就涨了 或者下周就涨了 但是如果从一年半到两年 这个周期来讲 我觉得它是跨资产和跨国别里面 应该是最被低估的一类资产 应该来讲是风险收益比非常好的一个资产 就是长端国债 所以说这是一个核心逻辑 就是关于美债这况 对 那这个刚才讲了经济方面 对 那美国房地产 房价也在涨 目前我们看到的加州南加也好 北加也好 当然我知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库存太少了 但是反正房地产还是挺热的 那你觉得房价是否有回调空间 房价是这样的 就是房价 美国的这一波因为周期就很特殊 就是因为随着利率上去以后 大家都不愿意卖房子 因为你卖了以后 你再换同样的 你的这个利率就比以前高 对不对 而且你既然要换的话 可能要改善了 对不对 那你一改善以后房价又上去了 利率又高了 房产税付的也多了 所以很多卖家就不卖了 那这个时候就整个市场的这个流通量就比较少 对吧 所以说就是新房也比较好 买大家选择去买新房 那这里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就是跟我们看到股市这一波的去年10月到现在这一波反弹一样 它反映在地产上 其实也是一波的小的这个复苏周期 就是说从去年的这个5月份房地产开始降温以来 然后到了这个去年11月12月年底以后 市场又有一定的复苏 但是即使是这个复苏 其实它的这个房价也没有超过去年5月份当时的那个高点 基本来讲是可能像一个像股市的二次触顶一样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房市 因为楼市的周期它更慢 更缓 你比如说08年来举例 08年从金融危机开始到楼市真正的见底 是到12年11年底12年才见底的 经历的长达四五年的这种周期 所以房地产这个周期它更慢 它更像一个slow motion moving 我一直讲就是经济它是个慢动作 对吧 股票是个快动作 但是房地产它比经济周期还要慢 美国经济在09年下半年基本已经见底了 但是美国的房地产周期却在11年12年才见底 所以说你就可以把这个周期拉得更长来看 就是说美国的房地产周期的这种开始真正的往下走 可能要到明年一季度以后 就是先是吧 你肯定是先看到股市下跌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经济的衰退 再然后楼市才开始步履盘跚的开始往下走 而且它一旦开始往下走 它的惯性又很强 它可能会持续下跌两到三年 三到四年 这里面有一个房价负担指数 虽然大家知道 这08年当时次贷危机以前 那个时候美国的居民的负债率非常高 是达到100%以上 很高 经过08年以后的这种修复 它怎么修复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政府加杠杆 尤其是中央政府加杠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赤字 如此飙升的原因 32万亿的国债 它通过政府加杠杆 给居民去杠杆 所以居民从100%的杠杆率下降到70%多 然后疫情以后稍微又加了一点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它的虽然杠杆率下来一点 但是美国居民的房价的负担的压力 丝毫没有减弱 非常高的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housing affordability 就是美国家庭的房价的负担 可负担性 其实已经回到了07年的地点 就07年当时那种特别难负担的 那么一个状态 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 其实买房子是有压力的 这种可负担性是很低的 虽然这个杠杆率比之前是回落了不少 所以说我认为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这个周期 如果真的四季度 或者明年一季度进入衰退以后 那房价后面也会回落 如果说现在买房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因为中国最近也爆了很多雷 像前两天碧桂园很大的爆雷事件 对吧 比如说中国从94年的分税制以来 这些地产基建成建的发展方式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走到尽头了 然后又现在叠加了很多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想知道一下 这些影响会有多大 中国有没有可能陷入一个长期通缩的阶段 说这个整个从92年到2021年 这个是中国的黄金30年 就是在这30年 你在哪个国家发展 都不如在中国发展好 但是这30年 从08年以后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就是加杠杆的一个状态 08年以后 大家知道 4万亿 次级 那个时候主要是企业加杠杆 15年以后主要是居民加杠杆 就是涨价去库存 大家知道1234线 房价全部都是轮番上涨 对吧 2020年以后 疫情以后又是政府加杠杆 尤其是起现在 这个地方政府的城头再加杠杆 所以经过这么三轮加杠杆以后 整个中国的宏观杠杆率非常高 260多 很高的一个杠杆率 那这么高一个杠杆率以后 它终会走到一个极限 就是说当这个整个货币扩张的时候 蛋糕做大的时候 其实你投什么 都是风险小 收益高的 比如说我这张图 可以看到我的图是吧 这个图就是想给大家可以 就是反映一个什么概念的 就是当你投资越全层外的 也就是风险越大的 对吧 其实你收益越高 其实在货币扩张的时候 丙做大的时候 其实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 即使是你收益率很高的产品 比如说之前信托12%这种收益率 包括股权类的投资 其实风险也没那么大 但是走到现在开始收缩的时候 那就完全变了 收缩的时候 即使是你认为风险很小的产品 比如说以前信托不会爆雷的 或者说中置系的那些产品 不会爆雷的 或者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公募债 不会爆雷的 它依然有爆雷的风险 核心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来到了一个收缩的时代 就是从自然货币扩收缩 或者说大的债务周期拐点的一个时代 我相信如果有人看过这张图 我就知道他达里奥的这个债务周期理论 他的这个理论是很好的 这个没问题的 就我们这个一生 其实太过短暂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 很难就是一生之中 经历两个长债务周期 基本就在一个长债务周期里面在生活 一个长债务周期 大概是50到70年 非常长 短债务周期 也就是35年 78年这种 所以08年以后 你看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它加了两次杠杆 08年是做了三轮QE 加了一次杠杆 2020年 然后又加了一次杠杆 自然负代表扩张到8万亿 对吧 所以从短周期来讲 08年以后美国加了两次 我们中国是加了三次 这个加杠杆也不可能是无限循环的 所以说走到现在 你就会看到 这种涉容增速的回落 M2的回落 就是这种金融数据的回落 以及在微观层面 所反馈出来的 你看到这个爆雷了 那个爆雷了 这个崩盘了 那个崩盘了 那是因为我们就处于一个收缩的时代 就是我们从30年的狂飙突进 来到了一个逐渐收缩的时代 那这种收缩有两种收缩 一种是很猛烈的收缩 那个就是一种叫硬着陆 也叫明斯基时刻 还有一种是比较缓的一种着陆 就比如说像90年代日本 荒漠破灭以后 它就相当来讲还比较缓的一种回落 所以说后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 这种收缩的速度和节奏有多快 它对财富的这个毁灭性或者摧毁性 或者波及的范围和广度有多大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 这个家庭部门的这个受损程度有多严重 以及你如何应对大的变局来临时候的 这种财务 如何保守住财富 如何等待机会 就是这个变成了一个问题的关键 当资产外表收缩的时候 整个全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收缩状态的时候 大家知道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通缩对吧 就是CPI物价开始下跌 然后资产价格也下跌 房价也下跌 你也卖不出去对吧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这个收缩 是吧 要做的是归缩和保护自己的财富 所谓这个飓风过岗 扶草为存 那你就要根据这个资产的分类 包括这个主体的分类 去选择这个核心 就是有核心信用保护的一些资产和一些主体 那我觉得这个人行 人民银行或者政府 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参照 就是关于这个系统性重要性银行 信用最高的就还是那四家 就是功能中建 对吧 那比较有意思 就是2021年和2022年 这个民生银行发生了点变动 所以从这个里面蛛丝马迹 你也能感觉到 这个民生银行的风险其实在变大 民生银行的风险相对来讲的大点 或者有一些变化 对吧 那功能中建的这四家银行 是系统性重要性银行 他们的重款产品 或者他们的很多的存单的一些产品 相对来讲安全性比较高一点 他们的R1和R2的相对的安全性会高很多 所以说当那种自然负贷代表收缩的时候 全社会的财富在往回收的时候 你要做的不是说进攻 是要主要是防守 把这个财富保存下来 因为其实财富是个相对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绝对概念 你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的是当自然价格在坍塌的时候 或在收缩的时候 比如房价是吧 两年给你跌个350%的时候 你的货币总量没有变 是吧 你保存住了 这样你的相对购买力 其实就变强了 这样的话 其实未来也给了你这种所谓抄底的机会 其实就是财富 其实是个相对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收缩的过程中 要保护好核心财富 把这些核心的财富保护好了以后 当收缩比较剧烈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房价暴跌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去抄底 一定要去买 为什么 你不买 这个央行或者说政府政府部门 他也会介入去买 那个时候一定要买 因为所有的历史上的经济体 已经证明过一个道理了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 能够忍受长期的通缩 不停的这种物价下跌 和这种资产价格下跌的 这种恶性循环 所有的国家最后都会走一条路 大家知道什么路吗 就是通胀 就是刺激 就是通胀 不管是恶性通胀还是什么样的通胀 他一定会 央行一定会下场 去直接去印钞 直接会介入国债的发行等等 就像美国08年以后做的一样 搞量化换送一样 所以说 当你把现有的财富存量保持住的时候 然后如果资产价格下跌了 通缩了 暴跌了 你那个时候要去抄底 你要去换用实物资产 而不是一直保有货币 因为在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 央行一定会介入 一定会救市 那个时候大通胀一定会来临 同时货币贬值也会贬得比较剧烈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持有货币了 你要把货币转化为实物资产 不管是黄金也好 房子也好 核心城市的房子也好 你要把它变成有价值的这种核心资产 这个是 这个是里面的秘诀和奥秘所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